所以現在迦薩走廊 迦薩這邊 真的是已經變成了 人間煉獄嗎 今天看到文倩姐 有用這句話來形容 我接著來當一下標題 以色列變成了敵人的模樣 它這個形容 其實真的是讓大家覺得 真的說到心裡面的 一種感受了 以色列現在就是用飛機 在投放這樣子的船單 然後船單是用阿拉伯語來寫的 要求在迦薩北部的居民 立即撤離家園 所以他們已經要開始 就是進行他們接下來的 這個地面作戰 那迦薩民眾是說 當死亡從天而降 你能躲到哪裡去呢 現在在迦薩的醫院 因為已經被斷水斷電了 所以很多醫療器材 是沒有辦法運作的 哪怕你到了醫院 你可能都只能做最基礎的 這種基礎的一些擦藥 所以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 醫護人員因為死傷過多 而導致情緒崩潰大哭 他說很多一些 迦薩的民眾在講說 這個已經不是戰爭了 這個已經叫做行刑了 就是我們每一個迦薩的人民 難道就要面臨到生命就被剝奪嗎 我們看看加薩的特派記者就講說 現在加薩已經退回中世紀 在崩潰的邊緣 西方也不在乎我們的死活 聯合國有譴責 他就說以色列對加薩的攻擊 相當於是集體懲罰 集體懲罰就是一種 戰爭罪的一種形容詞 至少34萬的巴勒斯坦人 在加薩流離失所 許多房屋面臨到缺水燃料 還有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 所以生存權嚴重受損 知名的作家英國的作家庫克 他有講到說 西方國家冷看巴人受酷刑 手上也是沾滿了鮮血 長期以來你們默許支持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滅族行為 以巴人民遭到屠殺 手上沾滿最多鮮血的 並非哈馬斯或是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 而是西方國家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消息也是我們承接昨天 昨天其實是美聯社先放出來一個消息說 埃及將不接受這些加薩的人 巴勒斯坦來自加薩 對 加薩這邊的巴勒斯坦人來埃及這邊 那是美聯社的消息 結果你看埃及總統就出來澄清這個事情 他說他現在還跟蘇納克通電話 希望能夠趕緊為加薩 這個巴勒斯坦人提供正常人道的一些救助 他們還講到說在這個地方這邊叫做拉法 他說這個拉法的過境點 因為以色列的轟炸導致這個過境點無法使用 不是我們不接受這一個巴勒斯坦人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美聯社會放出這樣的一個消息 那埃及的外交部就講說 這個流傳的訊息剛好跟事實相反 我們的過境點從星期六發生這個衝突以來 一直都是開放的 但是因為在巴勒斯坦營廁的基本設施都被摧毀 所以他們導致這邊的 這個來自加薩的巴勒斯坦人是沒有辦法過來的 那哈馬斯的官員在講說 他們現在積極的跟埃及卡達還有聯合國在聯繫 在商討要怎麼樣來救出這些加薩地帶 來開出這一條人道的走廊 讓這邊的居民能夠逃得出去 那以色列這樣子封鎖加薩是戰爭罪 可是為什麼美國不叫停呢 我們看到有記者質問米勒 米勒也是被問傻了 我們來看看 對 所以他其實難以回答這個問題 那再來我們看到現在世界各國也都在紛紛聲援加 在法國的街頭甚至爆發大規模的抗議 那警方還動用了高壓的水槍 來驅趕這一些大批抗議 為巴勒斯坦發聲的群眾 然後這當中也有一些老人跟婦女 是被這個警方給驅趕 那另外在智利 愛爾蘭 菲律賓還有南非 以及美國的一些親巴勒斯坦的一個集會 甚至在芝加哥這一邊也有一個非常大型的一個集會 他們都是在支持說這個巴勒斯坦這一邊的人的一些生存權 那王毅也是特別針對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世界各國其實沒有還巴勒斯坦人民公道 就是等於說中方也為此發聲 那土耳其 愛爾頓 我們也講到 他其實對於美國航母這時候開過來 他非常不以為然 我們來聽一下 美國航母的航母有什麼事在 Israel 什麼事做呢 什麼事做呢 而且這裡航母的航母在旁邊 所有航母的航母在旁邊 所有航母的航母在旁邊 什麼事做呢 現在現在所有航母的航母在旁邊 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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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嚴重的撞著 撞著 但有艇的聲音也有一些 是站在以色列這邊的聲音 比方說像是英國這邊海空軍的部署 現在也到了地中海這邊說要 嚇阻以巴局勢升級 那德國也說可以向以色列來派遣 兩架無人機用於攻擊加薩 那首先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我覺得這個重點是美國的態度 因為美國如果再像上次2003年伊拉克戰爭 就是他後來整個就捲進去了 連歐盟都反對 你就會被全世界孤立 因為這個現在今天彭博已經有人 丟出一篇文章了 說以色列如果真的打進去加薩走廊 地面戰爭導致很多人死亡 那最大的獲利者會變成中國跟俄羅斯 就公開這樣寫了 公開這樣寫了 因為他認為美國可能會被綁架進去 事實上你看布林肯到那個現場 好像見得相親一樣 布林肯本人就是猶太人 事實上拜登政府大概是美國 這個大概罕見的猶太人 具有的那個高位的比例 這麼高的一個美國政府 我這裡稍微說一下 布林肯是猶太人 之前那個副國務卿Sherman也是猶太人 然後那個現在接的 那個Luland也是猶太人 然後那個科學與技術部那個部門 就是晶片法案那一位 那個人也是猶太人 叫Eric Lander CIA Burns也是猶太人 然後葉倫財政部長也是猶太人 總檢察長Mary Garland也是猶太人 然後國土安全部的那個主席 那個秘書他也是猶太裔 然後這個國家情報總監 那個Heinness也是猶太人 然後白宮幕僚長也是猶太人 這個實在是太罕見了 我坦白講 川普前一任都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美國可能做決策的彈性會變得非常小 可是我們已經聽到歐盟的那個安全代表 Borel Borel昨天就已經發言 他直接譴責以色列 說他正在違反國際法 我認為這個聲音會越來越大 而且歐洲支持這種聲音的也會越來越大 事實上聯合國已經泡代表去了 然後秘書長古塔拉斯他也要處理 所以我認為這個就是國際輿論 這個陳文謙他是看得非常準確的 就是以色列不只逐漸變成哈馬斯的樣子 而且會更嚴重 因為他是正式的軍隊 哈馬斯那個只是 坦白講就一個激進力量而已 他連空軍都沒有 連空軍都沒有 連飛彈也沒有 他就只有火箭彈 哪裡像以色列這樣是一個完全現代化的軍隊 而且拿到美國所有最先進的武器設備 所以以色列如果真的就是要報仇 然後他那種報仇的邏輯又抓不到終點 因為坦白講哈馬斯很多領導人都在海外 有了在卡達 有了在黎巴嫩 有了在伊拉克 還有敘利亞 對啊 你來這裡你是要報什麼仇呢 你到底終點是什麼 怎樣叫做結束 你要告訴大家對不對 賴老師 哈馬斯是殺不完的 如果以色列他的軍事目標 是把哈馬斯從地球上抹掉 做不到 哈馬斯有一部分 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加沙地區沒錯 可是你沒有辦法 他上面沒有刻制說我是哈馬斯 我是卡桑里 他沒有這樣子一個標誌 他就是一個遊擊部隊 那對這樣的一個民間的一個組織 他基本上來講 說實在的 他進入平民裡面 那麼你如何去分辨 所以你最後你國防部部長下的決心就是無差別的殺害 無差別的殺害 那就對於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人的這種平民百姓的這種殺戮 這個是一個非常殘忍的事情 昨天我女兒就 他去上學 上學的時候他們經過巴斯底遇 他就看到很多法國人已經在街頭上抗議了 佔領了很多地區 那麼表達他們的憤怒 那憤怒他們並不是同情支持以色列 他們是同情支持這個在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人 那也就是說 哈馬斯事實上成功的把歐美的政客媒體 長期以來故意抹事 視而不見的這些人類間最大的活潛域 也就是長40公里 寬10公里 有300多平方公里的這個地方 這個活潛域 他們的這些悲慘的人的這些困境被凸顯出來 經由這一次的恐怖的工作 把政治的訴求凸顯出來了 凸顯出來了以後 讓歐美的這些國家的政客還有媒體 不敢再去掩蓋加沙地區人 巴勒斯坦人悲慘的境地 所以哈馬斯在政治上是成功了 那現在的情況 歐盟的國家跟英美 絕對是不一樣的態度 因為歐盟的國家 他底下的穆斯林有上千萬人 他怎麼辦 他一定要做平衡 那現在是美國跟英國 他們是做完全挺以色列 我估計英國內部的恐怖主義 會慢慢的越來越凶狠 慢慢的會給英國帶來更大的傷害 好 建長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要慎懸你的敵人 為什麼 因為有一天你會變得跟你的敵人一樣 怎麼說呢 因為當你跟這個人做敵的時候 他這樣 我也這樣 那你這麼壞 我也這麼壞 到最後你跟他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次事件 其實台灣的人真的要好好地思考兩個 這是應該給我們的教訓 你不要以為那隔我們這麼遠 第一個教訓就是 其實任何一個社會國家 是極少數人決定全體的命運 就像加沙走廊230萬人 1萬人的哈馬斯決定了他們毀滅的命運 這是第一個 你要怎麼注意這個 選舉 明天選舉到 我真的跟你講你選錯人 他可能會把你帶到戰爭的 選對人可能就是確保和平 這是第一個 要注意你要選誰 不要把你的命運交到這少數人的手上 因為你未來決定不了我們的命運 第二個就是 當兩方在對視的時候 你我我們都在敵對的時候 你記住 雙方都在等待對方先犯錯 對不對 我不能隨便出來 我是想把你給和很大一頓 但是我請問你 我有什麼理由 我只有